再来看到这个新闻焦点回到郑所说的问题上面 从三月初一喊到今 短短两月的时间这个杀伤力非常的惊人 台北股市一跌跌掉了上千点 总市值蒸发掉2.79兆 所以让人怀疑的是这个投资人的信心还是荡然无存了 日成交量腰斩再腰斩 从原本的1200多亿少到只剩下4500亿 没看错就是这个数字2.79兆 三月正所税一含短短两个月 台股市值就像煮开水不断蒸发 更惨的连投资信心也没了 日成交量缩到仅剩平均量的三分之一 就连国库赖以收入的正交税也一天一天少掉2亿 股市不给正所税存在的立足点 刘毅如的裁板证所税抬死负中 马政府执意赴税的正义和公平 以新的蓝板证所税取而代之 才8500点以上才克税千分之0.2 要克到大户根本不可能 这一次的失败可能会让马政府在未来四年 他没有再有任何的能力来从事税制的改革 我想这个会加增社会对这个政府的一个失望 选前可口声声的赴税正义 选后节节败退 只留下哀鸿遍野的股市 三立新闻股高速 陈玉京台北报导